留在内地的精英 或者说自诩为精英 觉得比别人聪明一点 其实都在与郎共 我们这个社会 显年寡耻 笑贫不笑仓 已经几十年了 至少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 我们以前听说过 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有一个口号 叫苍胜繁荣 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你能低眉顺眼的 去服从这些权贵 或者凭自己的义己之力 找到一个突破口 在一个冷门上下刀 你就可以获得经济上一定程度的成功 这种事儿 演绎了至少三十年 那么我们现在呢 走不掉的这些人 一定要记住 与郎共舞的 与郎共舞的不仅仅是你们 其实就算是到了海外 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见海外有很多人 对国内政局的变动 对政府钳制舆论的这种言行 不至于此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海外 真的也是华人的情 我们不说这些老华侨坑新华侨 新华侨坑落地侨 我们就说最要命的一点 大多数在海外的华人 他也需要和国内的贸易相挂钩 才能安身立命 包括我在内 我卖的服装 也是内地的伟大 如果有一天 我不能经营这个项目 我就得重新找范子 现在说白了一句话 我 包括我相熟的很多人 都是依靠内地的产品 在国外站住脚的 你不管它是贵也好 便宜也好 最起码它有销路 尤其是便宜的 突破了市场的定价 即便是进行着恶性的同质化竞争 中国人在大量的初级工业品向外抛设的过程中 是完全可以站住脚的 所以很多人选择了不说法 因为他们更注重自己的经济利益 国内人就更是如此 你想发生 你就得面临着经济上的损失 很多人不愿意承担这种后果 所以他们不说 说他们与狼共舞都是排高了他们 只不过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不存在哪一个人 特别优秀 或者你获得了财务自由 然后你再寻求人格独立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 这都是一种奢望 因为你即便是个亿万富豪 说让你完蛋你就完蛋 说是说与狼共舞 这是一句笑谈 或者说是自嘲 在官家面前 商人 他就是被宰了养股 如果你在体制内 你的感触可能会更深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哪一个女性官员 去告上子对她进行骚扰 拿他们做陪酒的小菜 这是全国通行的方式 更深一级的探索 没有必要展开 因为他们获得的东西 让自己的家庭 能够保持在国内 经济上 政治地位上 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上 都能高人一头 他们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所以他们不说 我们看到的 所有反应这一切的现象 通常都是通过他们的丈夫 或者他们的男朋友之类的 忍不住 才爆发出来 流露到社会上 这种现象呢 不是一次两次 那么经商也好 从政也好 继续存活在这个环境中 你就得考虑清楚 你要承受什么 很多人自己爱慰自己 吃得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 也有人 从踏出了校门 就把十几年所受的教育 抛到一边去 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 和这个社会 它是蛮领活 在中国 你想活得自认 你只能 跟主流的 这些环境相匹配 因为政权在他们手上 他们不仅仅能制定法律 而且随时可以修改法 经济上 国企现在的比重 越来越大 中国的初级工业品 虽然并不能通行世界 但是在大多数国家 尤其是周边国家 它还是可以存活的 靠它吃饭的人越来越多 国门暂时还没有关闭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十三行市的 国营贸易公司 在同管的对外的进水口 这种有限的自由 迷惑了很多人 但是它快要结束 今后 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 将会越来越被动 但不是每一个家庭 都愿意离开的 我见过有一些政治正确的人 经常说这一句话 这个国是我们的 应该走的是他们 我们要把他们推翻 我可以明确地说一句 很少有人 有这种信心 去付诸实施 因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本次地球旅行 都是单纯 既怕疼 又惜命 所以我们看到的英雄很少 我们非常羡慕 那些身体力行 像彭明 王炳章 李汪洋 这样的人 少之又少 我们看到了很多戏子 他们在作秀 有的演得不错 演到半截 出去了 混个名望 生活也有保障 更多的是演杂了 不管是受监控 不管是受监控 还是受到排挤